台日交流协会经过两天的会议后 签署五项合作备忘录 但上周六登场的公投 其中反日本福岛等五县市食品进口一案 以七百多万票压倒性通过 政府顺从名义持续禁止 核灾区食品进口 是否将间接影响未来台日的经贸发展 日方确实是有提出开放日本食品 他们也希望说我们基于科学的证据 来开放日本食品 依照公投的一个结果 那台湾的民众要的日本食品 还是需要有安全还有安心的一个食品 虽说日方代表理解 但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9号表示 不排除透过世界贸易组织提告等方式 来解决争端 就在此时中国大陆海关公告 28日起重新开放新细米进口 为2011年公告禁止核实进口后首度解禁 加上香港政府今年7月 也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日本农产品限制 面对中国与香港向日本释出善意 对照我国仍维持不开放 势必影响日本对台政策 蔡政府积极想加入的CPTPP 也将会是日方的筹码之一 我们有当然就是利用各种管道 我们持续的都有来表达说 我们希望能够加入CPTPP 过去日方也是一直都对我们有意参与CPTPP 已经多次包括在官方掌握这个层级 多次的来表达了欢迎 台日关系一向良好 但利益当前得把友情摆一边 反核实公投通过后 两国后续的合作能否顺利推动 增添了不少变数 欢迎收看红锡与王长卢台北报道